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治疗的话呢 都是现代医学急救 都是现代医学急救 中医学的急救的话呢 有一个问题 第一个 来不赢 第二个 手段有限 手段有限 中医学的这个急救的话呢 如果说你们知道用的急救情况之下 用的最多的 或者来的最快的 也是针灸 是不是 针灸 而不是药品 因为药品的话 对于现代医学来讲 现代的医院广理来讲 药都在药榜里头 不在你科里头 你科里头不备有这些药 对吧 即使是毒生肠 这个是属于贵重药品 一般的科生子不会有的 不会有的 这是一个 二一个的话呢 即使是毒生肠 它也不能够很有效的 防止这种危机状态 所以现代的话呢 都是以现代医学的处理为主 这种处理 这种处理的话就比较快了 气管擦管 是不是 直接上呼吸机 对不对 呼吸机的话呢 有些情况之下还要加压 对不对 呼吸机的使用 这又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 正需喘托 这个托症要知道 就是喘托的时候是正气外托 正气外托的话呢 对于肺来讲 正气外托 两大方面 第一 气托 第二 阴托 是不是 自然的温宁托表现不是很点弦 是阳气 阳虽气托 所以这个时候病人的话 气托 为什么会发生传托呢 主要是因为 废弃虚胜 废弃欲绝 而影响到阳也托 心阳欲绝 所以在这里头有两大部分 一个是气托 一个是亡羊 气托并能喘句 并能喘息 喘不过气 很难受 那个喘的话呢 没气的时候怎么样啊 那个眼睛都要鼓出来的那种状态 很难受的 很难受的 那么 正气一托之后 神 藏不藏得住 藏不住 所以 神藏不住的话 人无神怎么样 昏掉了 是不是 所以病人 首先开始 是烦躁不安 然后陷入昏明 这是一个失神的表现 再一个呢 是亡羊的表现 气托 今夜随之外托 然后亡羊 今夜随之外托的话 出现什么问题啊 大汗淋漓 是不是 大汗淋漓 所以 别人的这种大汗淋漓的话 那种汗 是托轮之间的 那是如沐浴啊 全部的衣服给湿透 可以到那么厉害 好 大汗淋漓 那个汗就出来了 你看得到那个湿的 好 头上的一颗一颗的汗 一身都是汗 一身都是汗 汗出亡羊 精脱 精脱亡羊 怎么样 枝端开始发凉 是不是 四枝就开始了 四枝开始了 这个时候 这就是这个病 它的主要的表现 几大特点 好几大特点 气脱 精脱 而弯羊 然后病人的话呢 会出现 烦躁不安 陷入昏明 陷入昏明 这就是跟着来的 是不是 跟着来的 当然 病人这个时候的话呢 心欢动静 心都很难受 然后可以看到 脉象变化 佛大无根 破剑蝎指 模糊不心 脉为欲绝 这一类都可能看得到 都可能看得到 就是脱 是正气外脱 关于治疗的话呢 我们书本上讲了 这个时候就叫 敷衡 故托 震慑 盛气 用什么 深府汤 送赴黑西当 黑西当 现在的药房不备 你没地方用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深府汤 这个汤 拿着银吗 等你药捡好了 那人就已经去了 所以这就是这个症 脱症 分分夺秒 要用现代科技 为什么会脱出 以前是没办法 现在的话呢 有更加剪辑的这种方式 脱症 告诉您 什么时候容易出现 什么是它的表现 而脱症的话呢 它所表现出来的 那么现在医学来讲 是比较多的 几种状态 那么在病症当中 最容易出现的 就是沉沦夫系 窘破 综合症 沉沦夫系 窘破综合症 这一方面的话呢 将来你们学习 西医内科学的时候 要仔细看一下 什么情况之下发生 发生的表现是什么 中医来讲 它发生的表现 就是一个正起外托 就是首先是气托 再去一绝 气托 气托以后 今夜随之外托 往前之后 阳也托 就这么回事 它就有脉象的变化 有神的改变 是神的变化 而治疗呢 现代医学强求 现代医学强求 好吧 关于其他的一些治疗法则的话呢 治疗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就不过多的讲了 不过多的讲了 大家有兴趣 自己看一下 关于这个呢 就是顺便呢 布置一下 科学的作业 科学的作业 要求的话呢 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 效病和喘症 他们的鉴别 效病和喘症的鉴别 第二个 如何理解 效病和喘症 它不同的治疗原则 就这两个 两个病一起抗 两个病一起比较 如何理解 作为理解来讲 作为理解来讲 你就要搞清楚 他为什么要这样治疗 第二个 为什么不能那样治疗 也就是说 你在理解一个过程当中的话 特别是判断的时候 你就要搞清楚 正方理由是什么 反方理由又是什么 对不对 正方理由 你都要搞清楚 这就是效病和喘症 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头 介绍到这里头 下面讲新的课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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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在费的疾病 定位费 第二个呢 是优 优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优 他取这个名字 是有来历的 是不是 作为优来讲呢 市民 这是一个古代的 是一个现代一类的词 词典一类的这种说法 是专门解释词语的 他怎么说呢 英是英也 弃英脾结 国而溃也 理解吧 这段文字能理解啊 好 英结然后破溃 是不是 有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书文解册当中 他是什么说的 诚也就是一个种块 郑自通他将恶仓也 是气血皆流 荣为不通所致 优在经 在经规要劣心点 费为费用 可思上其并卖正治 这个他就用着拥也 如土之拥而不通 为热聚而费溃也 他怎么样啊 把市民的那一个解释 拉着来以后 做什么样啊 作为一个完整的名词解释 所以 幽 辨证 概念是什么呢 是费业生仓 形成 农阳的一种辨证 费业生仓 形成农阳的一种辨证 这种辨证 他的主阵特点是什么呢 咳嗽 胸痛 发热 卡吐 心臭 灼 甚至呢 浓血相间 费用是什么 内证之一 什么是内证啊 内证是发生于 犯 腹 或者是胸腹腔之内的 忧 叫内证 叫内证 根据不同的名称 就有费用 另外的话呢 有肝用 我们学方济的时候 知道有长安拥 是不是 这都属于内证 那么既然有内证 那就是外面的 称为拥 是不是 外面的称为拥 简称 那就发生在外面 那就外面就看得到 如果按书文解词来讲 是一个种 也是一种种话 然后的话呢 根据什么呢 市民来讲 他还会破亏 一个种 还有一个破 你们讲 你们见的最高的是什么呀 对 痘痘 是不是 你看那个痘痘 开始是什么 开始痛 这儿已经摸不舒服 是不是 拿着镜子一照 红的 是不是 肿块 完了之后呢 两个一天或者两天 甚至是半天 他怎么样 白了 白了以后 按一下 他就不再咽了 是不是 完了之后 你要是不动他 你怕不许挤他 怎么样 他一洗掉 什么时候 他就破了 破了以后怎么样 流出来那个东西 怎么样 后来的话 松口 是不是 就是这样几个过程 是不是 开始起来 然后红肿 厌结 完了之后呢 生了白的 里头在里头 变软了 然后的话呢 溃了 风口了 好了 是不是 如果说你去挤的时候 厌去挤 完了之后呢 这个肿块 是不是停了 很多天在这里不消 是不是 好 所以这种肿 肺庸的特点 藏在里面 但是它也是用 它的病程过程 是不是跟它一样 对不对 好 跟它一样 所以这样一种过程的话呢 您就能够想到 或者能够理解 我们今天要讲的费用 关于这种优 病名历史来讲呢 这个病名 首先建于金贵要劣 金贵要劣 它就有专门的费用 这个病 在费为费用 可受上期病 这个篇章 它对这个病 正理法方 药 以及病症的愈后 它都有一系列的描述 所以为什么说 它就是病症论治的十足 就是这样来的 理法方药 它都给你搞得清清楚楚 说得非常明确 而且这个时候的 这种治疗方式 第一个 古代认清楚了这个病 第二个 这个病 现在来讲 还是比较凶险的一个病 虽然就少 很少发生 但是 古代以前 出了方治 也就是没有 完全没有西医的时候 中医 它还是能够治疗 能够认清楚 能够治疗 要是 在讲这个病 我的 为什么要讲 这个病 宗旨就在这里 药旨就是告诉你 中医来讲 对于严重的疾病 并不是没有效 只不过 现在的话 有些时候 有些问题 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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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医学的 它的有效性 还有呢 现在这个病 也少见 疾病部的改变 疾病部的改变 中医的话 对这个病 还有不同的一些东西 这种东西的话 也就是说能够提示你 如何理解 如何看待这个中医 所以我要讲一下 这个病 现在来讲 很少治疗 中医很少治疗 西医也很少见 为什么 抗酸素的 广方的使用 很少 很少 但是 从汉代 中医就有 正理法方样 这样一个描述 这样一些描述 那 关于这个 成龙不成龙 古代都有描述 关于成龙不成龙的话 中医技术理论 中医诊断学 都说过 是不是 好 没必要再跟你讲 好 关于这个病 关于这个病 它的正和特点 发热 磕色 卡龙糖 有胸痛 是不是 卡龙糖 有胸痛 发热 突然发生 转热不退 武和优胜 而且 帮有寒炸 寒炸的特点 是什么 冷的头 是不是 那冷的头 的时候怎么样啊 那就是牙光 在那里里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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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是不是 第二个呢 是什么 病人一直讲 冷 冷到什么地方啊 在被子 三床 四床 说不定 都还冷 这就是属于 正寒 是不是 好 寒暂的意思 冷的大 恢复期的话呢 是低热 或者不规则热 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就是糖的特点 早期是白耳年糖 糖量逐渐增多 所以这个多 那不是一般的多 不是一般的多 什么时候最多 早晨或者傍晚的时候 糖最多 为什么 中医来讲 这个时刻刚好 跟它的这种时程 跟阳气和气的这种运化有关系 我们就不深 不扩张来讲这个 但是糖量多少呢 300到500毫升 就是说 那个糖鱼的话 可以成为半糖鱼 那么多 是不是 如果作为这种糖的话 可以达到非常大的这个量 那么一般的磕色也好 哮喘也好 或者是将来要讲的肺帐里头的那个糖酌之症 即使是糖量比较多 再多 多不到这么多 那糖量是特别多 还有一个 它是浓血 是浓 浓的话怎么样 腥臭 腥臭 气味腥臭 而且那种浓的话呢 因为 颜色是不是不对啊 跟平常的那个糖 什么黄色的 白色的 不像 它是什么呢 黄绿 稠厚 有些时候 它往上帮有血 帮有血 浓血相间 那么 有一个变化 初期 陈庸期 溃浓期 恢复期 是不是刚好 就是我们平常之间生活当中 看到这里时候的痘痘 所发生的那个样子 开始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这里不舒服 是不是 完了之后的话 仔细再过一段时间的话 这个时间口长口短 这里就可以看到怎么样啊 红肿在这里头 是不是 再过一些 一天的时期的话 拔得起来了 陈庸 所以 初期 物寒发热 咳嗽胸痛 唐败耳鸣 陈庸期 这个时候 红肿 是不是热度比较明显 所以 它的最大的表现 转热不退 撞热不退 糖开始增多的时候 怎么样 浓还没有溃 所以的话呢 它这个时候 糖比较多 但是浓还没有溃 而溃农期 浓一溃的话 这个时候是不是 心臭浊糖啊 是不是 浓一溃 是不是有可能 糖血相间啊 溃了浓 那恢复期以后 怎么样啊 已经 战争 已经偏息 是不是 热 是就开始 退了 对不对 热开始退 对吧 热开始退 好 糖量 是不是开始减少啊 糖量 开始减少 这个时候 表现出来的话呢 身体受到损伤 正气 受到损伤 是不是 更重要的话呢 热能伤气 在这里的损伤了气血 浓以后 出了以后 损伤了是不是 废体啊 损伤废体的话 体属烟 是不是 是不是也有烟伤啊 所以气烟 两伤比较多 所以 并因并积的话呢 是根据 它的主阵特例 来分析 主阵特例 您看 一组症状 发热褐色 这跟什么有关系 跟邪气放肺 有关系 是不是 邪气放肺 我们讲邪气 有外来的 外感六言之邪 还有呢 内身的 是不是 内在的一些邪气 那病人的话呢 浓血糖 有浓有血 这是什么 可能你们没有注意到 是不是 不记得这个机理 那么事实上 中医基础理乱 和中医诊断 都已经坦受过 这种激励 这种激励 是热毒 庸 血 败 热腐 病人 胸痛 胸痛是什么 气急不力 不痛 而痛 拥受了气急 所以病人的话呢 他的病因 邪气外吸 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呢 邪气内欲 跟什么有关系 主要是糖热 速射 心轴肺脏 而 苏有糖热 腹干外干 疯了 内外和谐 怎么样 更容易 研发这个病 更容易 研发这个病 下面 主要介绍一下 病机 病机 发病是激奏 因为他是 邪气外感 跟内外和谐 是不是 邪气外感 内外和谐 好 基本病机的话 邪热欲肺 灯液成糖 邪主费落 血赤为瘀 糖热 瘀血腹结成庸 血败 肉腹 化浓 这是基本病机 跟什么有关系 糖热 瘀血 两者腹结有关 化毒 病略在肺 肺庸嘛 是不是 各期都以肺气上力的症状为主 病的性质 是邪肾的食热之症 后期的话 它是一个烟伤气号之症 而邪肾的食热症 它是以热血运备 它惯常于整个病程当中 这种热 开始是食热之症 糖热之症 跟鱼血相结 后期是什么 虚热 对不对 鱼热不见 病理基础 热用血瘀 病理基础 热用血瘀 所以治疗是清热为主 清热为主 病急转化 是随着邪症的消长变化 因为邪气 逐渐加剧 是不是 所以病人的方式 有个初期 沉庸期 溃浓期 恢复期 这样四期变化 这样四期变化 这四期变化的特点 那么初期是肺胃活病 内外和谐 沉庸期是理热之症 他就以壮热为主 所以第一期表现 内外和谐 表里同便 第二期的话呢 理热之症属于壮热不已 是气氛热身 对吧 第三期快农期的话 他怎么样啊 以浓血为主 大量的浓躺 恢复期怎么样 正须邪去 这样一个表现 或者愚邪不见 这样一种表现 这样一种表现 因为毒是随着浓出 浓溃毒出 毒进就病育 是不是 恢复嘛 正是一个逐渐恢复的过程 毒不进 并先恢复 千眼不育 不能恢复 所以 溃弄期 成为病情顺逆的转折点 顺逆的转折点 也就是说 看清楚 他邪气去没去 邪气去了 就会好 邪气不去 反反复复 老不得好 老不得好 病情不好 好不好 不好 所以叫逆症 好 顺逆 大家就要记住 这是一个分界点 一定要看清楚 一定要看清楚 这个要看清楚 一定要你掌握的东西 也就容易考试的东西 好 顺正是什么呢 浓溃之后 深艳清朗 浓血吸而逐渐减少 腥澈胃 转荡 眼识滋味 胸蟹骚痛 身体不热 坐卧如常 那项 那项 缓滑 就是一切趋于平和 是不是 一切趋于平和 这样一种体验 逆阵的话呢 溃河 浓溃之河 烟衣雅无力 浓血如败乳 心臭异常 病人还有气喘 鼻上 胸痛 坐卧不安 眼识少见 就是那少 身热不退 两腔潮红 爪夹 亲子带汪 慢 色 或者玄疾 怎么样啊 这就是邪气还在里头 毒不进 鱼毒不清 这样一种表现 所以鱼毒不清 闻力一阵 龙坏了 按道獨眼给排出去 随着龙就排出去了 但是现在没排干净 叫鱼毒不清 病情反复 亲眼不用 那么毒随着龙常目排出去了 就是一个修习静养 他自己能够恢复的过程 是不是 没有邪气 也就是说 经过战争创伤之后 怎么样啊 我们自己能够建设自己的祖国 对不对 现在的话呢 不行了 为什么 鱼血不净 你那个安下心来搞经济建设吗 能建设自己的家园吗 没办法 所以什么是顺 什么是逆 在这里的说清楚 在这里说清楚 诊断 诊断的话呢 在这里头 大家仔细看着 第一个主阵特点 第一个主阵特点 就是正合特征 加上典型的士气表现 这是古代来讲 考虑费用 就是这两个特点 第一个 正合特征表现 磕色胸痛 卡土 心臭龙堂 大量的 是不是 甚至是浓血堂 对不对 病人的话 寒胆高热 寒胆高热 磕色 胸痛 卡土 大量 心臭 浓痰 浊痰 这就是他的正合特征 再加上一个四期表现 初期 陈庸期 溃浓期 恢复期 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这种过程不是说一步一步 但是他总体来讲怎么样啊 你能够分清楚 哎 大致有这些特点 对不对 这里头的话呢 这种分析是人为的 他有一些特点表现 但是界限是不是非常清晰 不是 不是非常清晰的一种界限 但是 现在的话呢 因为碳菌素的使用 是不是这四期表现非常明显啊 说不定他沉庸期怎么样 就给他压住 他的表现就不是那么典型了 对不对 他的沉庸期典型 不是那么典型了 还有呢 溃浓期怎么样 说不定沉庸期一来 溃浓期他没有了 为什么 消散了 对不对 发展不了 对吧 发展不了 所以现在抗生素的使用 第一个这个病少 第二个四期表现不典型 第二个呢 那就是古代的 这种诊断方法 他呢 对于这个疾病的表现 我们在诊断的时候 是不是要验糖啊 要抗分泌排气物 是不是 他的糖 到底是糖还是浓 怎么样啊 他就要验一验 怎么样 现在就吐在水当中 浓就沉 糖就浮 浓就沉 糖就浮 当然我要跟你说的一个例子的话呢 是属于一种 不好的一种现象 是不是 属于不文明的一种行为 你看有些人怎么样啊 就经常吐糖 吐到水里头 是不是 你们经过那里头的时候 或者是有鱼的时候 有些人好玩的时候怎么样 都要吐一把糖下去 是不是 你看吐下去怎么样 佛在水面上 好 佛在水面上 当然还有一些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是什么呀 有些人吐糖比较多的时候 会来个钟 会来个糖 浴 浸一点水 你看他吐下去 他沉下去还是浮起来 他是浮起来的 能呢 沉下去 能就是沉下去 这就是验糖之法 古代是很仔细的看每一种表现 看每一种表现 看到这种现象 他要考虑这是什么 这是古代医学 古代中医 当然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还去看这个吗 不 拿到糖 直接就怎么样啊 糖那么多 那一大堆怎么样 离行第一 怎么样啊 撞几圈 分了三层 分了三层 成到底的是什么 因为浓是腐败的组织 是不是 肉腐血败 是不是 血败肉腐 肉腐烂以后怎么样啊 他里头含有的东西 一些渣子 是不是沉下去了 中间的话呢 他有一层是什么 液体 上面是什么 泡泡 上面是泡泡 所以分三层 这现代的话呢 又有更加明确的一种分法 是不是 那就不需要像以前一样的 这个东西的话呢 毕竟 还不如跟他家乡 离行一下 能够看到 里头的腐败的 那个肉 是不是 叫做 肉腐血败 是不是 血败肉腐吗 没有肉腐烂的那些 那些组织 没有那些组织 第三个 厌口味 现在呢 我们都很少 是不是 对于这种口气的话呢 大家都很忌惑 是不是 很忌惑 为什么 有些时候 我们会闻到一种口气 比如讲 哪个同学 或者是哪个人 在跟你聊天的时候 他又刚好有一个病 什么病啊 鼻豆炎 就是鼻腌 怎么样 口气很臭 是不是 当然你都不会表现出来 哎呀 对啊 或者是鼻腌 怎么样 有些时候你会怎么样 作为一种 给别人的不难看 是不是 但是古代咽口味的话 怎么样啊 吃生黄豆 生黄豆 你们很多人 没玩过 是不是 那很新的 那种味道 是很难闻的 很难受的 古代这种 咽口味的话 不仅仅是费用 还有一种 狂腔病 古代的话 那个 隔咬了 是狂腔 还是不是狂腔 也拿生黄豆 给他去咽 他能吃 不觉其心 那就是说 有问题 但这个是不是 正在现在的话 很少这样做 很少这样做 但是有的 就是有的 好 费用的病人 因为怎么样啊 他手经常腥臭 虽然他不觉得 那个心黄豆的 那个腥臭味 体真 你看这个体真的话 古代的关系 观察非常细 有所下细力 与费用的存在 是有关系的 还有一个呢 舌下的细腻 颜色的深浅 也是浓 有没有沉的 一个真相 现在医学 还有什么呢 爪痂 纸螺 这样一些体真 补充了 那个爪痂 爪痂的话呢 怎么样啊 像勺子一样 是不是 像勺子一样 对不对 那中间是弯的 那么 脂的话呢 怎么样啊 肺的病变 有两种脂 一种是杵钻子 两头大 这种的话 肺用的病变 叫额腹脂 怎么样啊 腹部 像额腹 像羊的话 它鼓起来的 是不是 这种是不一样的 你看它的发展方向 或者肿的方向 是不一样 古代的中医 观察是非常细的 啊 观察是非常细的 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 和我们本身的人文因素的原因 哎 很多东西观察的话 没有记载 或者是没有生物观察 对不对 我们就知道 古代的话呢 有些的话呢 大家归去 面都不给医生见 是不是 脉都不准摸 是不是 叫悬死整脉 你想这个东西 医学能够发展到哪里去 所以发展比较糟糕 也是在这个原因 受到一点影响 这是诊断 鉴别 风温 风温跟这个病 跟肺用初期 肺用的话 开始是不是肺为同病 它是跟热血有关 是不是 风温的话呢 是什么呀 是一种温热之邪气 是不是 所以他们的初期表现 是不是一样 对吧 风鞋上寿 首先 风鞋上寿 首先放肺 这个时候的话呢 肺用初期 是不是在肺 肺胃之病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他们的表现是一样的 起病级 发热 咳嗽 气级 胸痛 这些特点 是可以一样的 就因为它起病的时候 有相类似的 病级特点 但是 风温属于温病 是不是 温病的特点是什么 非食之感 对不对 非食之感 第二个季节性 第三个呢 传染性 传染性意味着什么 病人很多 对不对 病人很多 还有一个 温病有一个什么特点 胃气饮血 这样一个变化 是不是 好 胃气颜血 变化 而肺庸的 发热是什么呀 是不是 单个的病 对不对 没有季节性吧 没有传染性吧 跟这个什么 利气 非食之感 就是说 非其实而有其气的 这种状态 是不是 关系很少 好 利气传染的时候 一般来讲 非其实而有其气 就是说气和异常 比如说去年暖冬 对不对 去年暖冬 暖冬 这样一个情况 它厌厌冷 它反而暖和 怎么样 疾病就容易流行 中医是不是这样看待的 还记得不 好 是这样看待的 所以 风温和肺庸 不一样的 肺庸的话呢 它是以庸为主 庸的特点是什么 最终来讲 它要卡土 大量 心测 佐他 这个特点 风温是没有的 对不对 风温是不具备的 而且它的表现 是初期 成用期 快能期 恢复期 这样一个四期表现 跟它的 为气 饮血的 这四期表现 是不是不一样 好 风温和肺庸的 渐变不同 好 第二个呢 就要跟糖热运沸 因为 其他的病型的 其他疾病的 这个阵型 糖热运沸 而 肺庸的话 它的基本的病理 是不是 糖热运沸 是不是 好 糖热运沸 它们的特点 发热 磕色 胸痛 卡糖 甚至糖中 代血 是不是一样的 但是 肺庸的话 它的热 是 跟这个 跟这个糖热运沸 有没有可比性 一个肯定很高 是不是 一个肯定很高 而且费用的话 病适 是不是更重一些 对吧 更重一些 还有呢 病情是不是重 病情重 糖色 一个是浓糖 一个是什么 糖热表现出来的 黄糖 一个是量比较多 一个是大量 量多和大量 有没有的比 不一样的 这个大量的话 那是非常多的 这种糖量 而且是腥臭 浓血 浊糖 这个特点 不是糖热运沸 所表现出来的 而且呢 对其他的话 糖热运沸的 这是在某一个表现 有类似的 后来的表现 跟费用一不一样 费用是 初期 陈庸期 溃农期 和恢复期 四期表现 四期表现 下面讲 辩证论治 辩证论治 辩证的要点 就分清楚 病理性质 是热毒 瘀结瘀肺 热毒 瘀结瘀肺 所以 糖 热 毒 瘀 这四个方面都有 但是 主要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 一个热 一个糖 以这两个为主 是不是 加有毒 加有瘀 是不是 对吧 应该是这样 好 然后呢 在这个变化的时候 出现四期变化 刚刚开始 比较明显 然后呢 哇 生成农 就达到了一个什么 疾病的 特征表现 是不是 达到疾病特征表现 疾病特征表现 一完成之后 浓一溃 怎么样 病情就好了 是不是 病情就恢复 所以他有四期表现 还有四期表现 治疗 根据这四期表现 根据他基本的这种病理变化 才有什么 轻热解毒 他不是有热有毒吗 是不是 有热有毒 应该轻热解毒 他有瘀 是不是 应该化瘀 而病人最重要的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浓 是不是 浓的话 他是怎么产生的呀 热毒加在里头 完了之后 浓进 毒就进 是不是 所以 既然是浓进 毒就进 是不是应该谈浓 有龙臂盘 这是这个病的 最基本的治疗法则 有龙臂盘 好 治疗原则 这个疾病 也只讲到这里头 至于后面的治疗的话呢 因为 我们无缘 很少有机会 是不是 很少有机会去治疗 因为抗生素 现在的 全中国哪怕是 乡村里都买得到 对不对 所以这个病很傻 第二个的话呢 现在交通发达 只有少数 这样边缘地区 有没有这个病 不知道 反正很少很少 治疗的话呢 不是我们的特色 也不是我们主要的地方 现在医学 已经把这个阵地 全部接收过去了 我们只管 中医如何看待这个病 如何看待这个病 第二个呢 中医在看待这个病当中的话呢 有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正在失去 什么呀 仔细观察 对不对 仔细观察 啊 科学讲到这 费用也就讲到这 好不好 哎 好 下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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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